大家好我是奥雷 今天要讲的电影叫魔女嘉莉 本片是实地分金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 嘉莉是一名高中生 她的性格比较内向 经常遭到同学们的欺负 甚至到了后来同学们竟以欺负她为乐 一次嘉莉在洗澡时突然来了例假 这是她第一次来例假 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于是去问同学 结果被同学们围观嘲笑 幸好老师听到动静帮嘉莉解了围 没想到一个高中生连生理其一都不知道 使得老师和教务主任大为震惊 教务主任给嘉莉放了假 叫她回家好好休息 由于教务主任连续叫错了嘉莉的名字 使得嘉莉很不舒服 于是嘉莉发动了自己的超能力 打翻了桌上的烟灰缸 原来嘉莉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物体 在回家的路上 嘉莉用超能力惩罚了一名经常嘲笑她的孩子 嘉莉之所以不受欢迎 主要是因为她有一位对宗教异常狂热的母亲 母亲对她极其严格 任何有关性或者生理的问题 在她眼中都是肮脏不堪的 她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的酷刑 于是抛弃了她 在她的教导之下 嘉莉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嘉莉询问母亲 为何不告诉她关于立架这类的基本常识 结果被母亲教训了一顿 最后母亲将她关进了小黑屋 为了惩罚这些学生 校方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星期的额外锻炼 希望他们能明白自己给嘉莉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克里斯不服气 结果老师赏了她一巴掌 她想煽动同学一起造反 但是呵呵 而小苏则认为自己取笑嘉莉确实不对 于是找到了男友汤米 希望他能邀请嘉莉参加学校即将举办的舞会 嘉莉不敢相信 竟然会有人邀请自己 本来还挺激动 但是转念一想很可能是同学们的恶作剧 于是嘉莉转身跑掉了 老师知道后鼓励嘉莉叫她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询问了一下小苏和汤米 两人保证这不是开玩笑 他们是真心诚意的邀请嘉莉 希望她能融入集体 顺便修正一些性格上的缺陷 下午汤米来到嘉莉家 再次邀请她参加舞会 嘉莉怕母亲发现汤米 而汤米又一直在死缠烂打 嘉莉便只好接受了汤米的邀请 嘉莉将舞会的事告诉了母亲 她说想改善自己和同学的关系 希望母亲允许她出门 母亲听完后立刻就翻脸了 大骂嘉莉是发情的母狗 绝不会让她出去 嘉莉拼了命的解释 在激动之下表演了一下自己的超能力 母亲发现她有超能力后 认为她是巫女 是撒旦的化身 因此不停的祷告 而嘉莉终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了 终于到了舞会当天 嘉莉换上了自己手工缝制的弯力服 而母亲始终没有放弃 一直在劝嘉莉不要去 还说大家一定会嘲笑你 可现在嘉莉已经完全摆脱了母亲的控制 根本不会听她的 果然拳头硬才是硬道理 最后嘉莉将母亲定在了床上 满心欢喜的和汤米来到了舞会现场 在汤米的鼓励之下 嘉莉终于鼓起勇气进入了会场 老师和她聊起了自己的初恋 并且祝福嘉莉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随后汤米带着嘉莉去跳舞 此时的嘉莉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 然后就是一段很长的旋转镜头 没把我看吐 舞会有个人气投票环节 得票率最高的那一队 可以上台领奖 然后唱笑歌 并且他们的照片会记录在学校的历史之中 然而等待着嘉莉的却是一场悲剧 克里斯的闺蜜暗箱操作 使嘉莉和汤米高票当选人气王 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趁嘉莉上台讲话时 把事先准备好的猪血倒在嘉莉的身上 让他当众出丑 和克里斯一起看嘉莉的笑话 如他们所料的一样 嘉莉和汤米被叫上了台 小叔在台下替嘉莉高兴时 突然发现了根奇怪的绳子 然后顺着绳子看去 发现了上方的铁桶 以及躲藏在台下的克里斯和男友 小叔准备把台下的二人揪出来 结果被老师阻止 老师以为小叔在捣乱 于是把他赶了出去 老师刚盖上门 上方的猪血就倒了下来 淋了嘉莉一身 汤米大声质问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被掉下来的铁桶砸死 人群之中的克里斯闺蜜 开始放声大笑 在他的刺激之下 嘉莉产生了幻觉 看到大家都在笑话自己 这下嘉莉终于忍不住黑话了 这时克里斯和几个伙伴 打算分头开溜 克里斯和男友及时逃脱 而他俩的伙伴 则被嘉莉留了下来 最后嘉莉开启大屠杀模式 用自己的超能力 开始疯狂屠路 场内的众人无一人幸免 全都死在了嘉莉的手下 克里斯在外面看到了这一切 他打算和男友一起撞死嘉莉 结果嘉莉用超能力 引爆了他男友的车子 克里斯和男友 最终也死在了嘉莉的手上 嘉莉回家后 看到嘉莉被布置得很奇怪 母亲也不见了 嘉莉洗完澡后 见到了母亲 虽然母亲一副心疼女儿的表情 但他其实是想杀了嘉莉 当初嘉莉出生时 他就想将嘉莉杀死 他认为交配是肮脏的行为 分娩更是污秽不堪 不过当时他忍住了 现在他想改正这个错误 于是给嘉莉来了一刀 嘉莉必无可避 只好发动超能力 将母亲杀死 最后精神崩溃的嘉莉 选择和母亲一起 离开这个世界 唯一的幸存者小苏 来到嘉莉埋葬的地方献花 突然被嘉莉抓住了 不过还好献花这段剧情 只是小苏在做梦而已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看着很爽 因为女主强势反击 同学的霸凌行为 做了被欺凌者想做 又不敢做的事 但在现实中 又有谁能去帮助 这些被欺凌者呢 虽然电影高潮看着很爽 但是过后也只能一声叹息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不知道 只是我一个人的错觉 还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视频没以前好看了 不知道是选了电影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问题 之前感觉看不够 最近这几期 好多看不到一半 就不想看了 答案很简单 每个观众的口味都不一样 不管什么电影 总会有人不喜欢 想做出一部 人人都满意的视频 那是不可能的 再厉害的人 都不能保证 自己的视频圈粉率 能达到百分之百 就算真的做出来了 又能坚持几期呢 我只求问希无愧就好 就说到这里 明天是星期三 照理休息一天 我是奥雷 我们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 属光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一 感谢观看